我們必須繼續努力 我們必須教育我們自己 在公共的玩具 和解釋台灣的民主 不會是唯一的一件事 P.E.R.C.想要消除 20號總統蔡英文在紐約非言令組織 Cancordia的邀請下發表演說為民主價值發聲 也提到共同維護未來的自由和人權至關重要 而在14號2022台灣政策法 在美國參議院外委會通過後 美方對挺台的態度也越來越明顯 美國總統拜登19號接受外媒專訪 也明確回應挺台立場 除此之外 總統蔡英文也在20號的演講中 提出與多國建立友好關係的實力 總統蔡英文也強調 即使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 但在COVID-19疫情肆虐之際 人與世界各國朋友分享COVID-19病毒的相關資訊 並解決危機 也提到若將台灣納入聯合國體系 能更加緊密合作 因應未來的挑戰 有些新聞給亮迪布羅萬台北市採訪報導 發展